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他不完全是如实 因为确实是有很多 尤其是我觉得有一些公众人物 他自己内心的心路的历程 他很难完全向外界真正展开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知道吗 如实呈现这个东西 他不是说你单一和纯粹 是你所有的美一面 其实我看到了觉察到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他没有对和错 也没有高级和低级 他就是这样 就我完全不隐藏 我坦然接受我自己的渺小 同样我坦然接受我想成为光 同样我坦然接受我现在 得到了荣誉跟财富 并且我依然保持坦然 接受我的颤颤巍巍和锦小身为 年纪两个字对你来说 是个什么概念现在 我就是有点反抗我身后这种年纪的人 大家说我要装老妖精嘛 我也无所谓 其实我是演员嘛 就是我想尝试 我依然到现在还是全方位想感受一切 除了你非要让我演十五六岁 这个我还是会拒绝啊 十八二十岁还是要拒绝 因为更合适他们的人 因为单一演二十多岁 不是我不自信 是我怕大家恶心 我倒是没有问题 就是大家现在这种特别 就是这个社会急速的变化 这种裂变 包括迭代 包括竞争 对你作为这个职业的这种角色来说 会有一种压力 或者说是反正会有感觉吗 有压力嘛 就是负面的嘛 没有 你知道吗 终于轮到我 活到质感的年纪了 小楠姐 你真的不知道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发自内心在笑 我终于解决了 小时候想要去质感 别人认为我是装的 我终于到了 自然而然 别人觉得四十岁 会自然有质感的年纪了 你知道就好像不费劲 质感是装不出来的 对 因为确实这个年轮 在你身上磨了四十多边 对 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 时光留下来的质感的味道 真的没办法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